防疫期间网购正夯 各平台纷纷推出蔬菜箱的采购方案 花莲市公所也争取经费建置数位平台 将原住民部落的生鲜野菜上架贩售 提供民众客制化的线上订购 如果是第一次订购的民众也不用担心 平台也提供了料理方式 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品尝到部落的传统美味 桌上摆满一堆堆刚采摘下来的新鲜野菜 部落主人连忙进行装箱 这是花莲市公所推出的原位直送野菜箱 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原住民传统饮食文化 花莲市公所从110年初就向原住民委员会 争取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 建置打造线上数位平台 提供当季最新鲜且产自当地部落的生鲜野菜 让民众选购 那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在规划相关的一个 野菜箱直送的一个花莲好味道 给我们所有全国的朋友们可以尝鲜的原住民野菜 那刚好也碰到了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一开始本来是担忧说销售的状况会不会不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我们野菜也未直送的部分 也达到了一定的销售额 不管是在花莲还是外县市 有兴趣的朋友只要选购超过400元就可以装箱出货 而针对花莲市吉安箱及新城箱的部分 则是有提供免运服务 我们部落原民的野菜呢 大部分集中在华东跟国湖这两个区域 然后加上耿内部落这三个不同的区域 来种植这些原民的野菜 只要你在每周日中午以前上网页订购的话 会有我们的专属人员进行电话去跟你联系 联系之后的话 就是每个礼拜二 一定会把相关的野菜来寄送出去 看到野菜好陌生 不知道如何料理也不要紧张 只要扫描箱子里提供的QR Code 就能顺利进到网站观看教学 我特别讲就是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紙杯菜 这部分就是其实它是 看起来像杂草但是 它是普通因的那一类的 其实它只要摘起来你把它汆烫 用酱油然后蒜头淋上去就可以吃了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尝尝看的龙葵 龙葵其实它直接炒 龙葵就是大头根 龙葵你直接炒小鱼干下去就可以吃了 然后野餡也一样 就是汆烫或是炒都OK 其实跟一般的蔬菜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我们的野菜 像你订购的时候 我上面都已经帮你们写好好的 都怎么炒 怎么去汆烫 怎么去料理这些菜 每一个套餐里面都已经都 都印好写好了 花莲市原住民农产线上订购平台 正式上线 刚好搭上防疫期间 宅经济的网购热潮 施工所也希望能透过社群媒体经营 推展出更多产业链 吸引部落青年愿意返乡 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 记者徐丽芹 欢迎电视报导